大家好 欢迎来到MAS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 表结构中的第一种 修改表明 两种形式 那接下来我们往下再看 当你发现表中的字段 缺少字段了 你想添加一个字段 来保存你的数据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用动态来添加一个字段的形式 那可以添加呢 也可以删除 那接着我们先看一下 如何来添加包括删除字段 那首先呢 添加和删除字段呢 都是通过alter语句 alter table表明 接着通过i的关键字 来添加一个字段 就和你键表示 写字段是一样的 首先呢 要有字段名称 而且要给字段选择一个合适的数据类型 那现在呢 这个完整性约束条件 你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 最后 我还可以指定一下字段的位置 first呢 将字段添加到首 开始的位置 那after某个字段名称之后呢 也可以把这个字段添加到某一位置 某个字段之后 也可以 那现在 我们就来先试验一下添加字段 好 就拿我们这个user实为例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给这个 当我发现我想存储一下用户的身份证号 你发现这里边没有 那这时候就可以动态的来添加 添加 card字段 那首先呢 它是一个x类型 18 不能为空 为1 不能为空 这些我们先不写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 alter table 表名 哪个表呢 有字10 你要完成什么操作呢 i的关键字 添加一个字段 card 字段名称 接着呢 字段 类型 18 其他的我们什么都没写 最简单的这样一个字段 就添加成功了 那接着你先查看一下表结构 desc一下 user 10 你看到 这是一共我们的所有字段 接着你把这句话粘过来 成功 成功之后 你再查看一下表结构 这时候 你的card字段 就已经添加成功了 那接着你发现 默认的是添加到 已有字段的 末尾啊 而且你只指定了这个类型 那接着呢 我还可以再来添加 带上我们的完整性约束条件 alter table user 10 i的关键字 写上一个什么呢 写上一个test 1 选用类型写上一个vx 100 不能为空 为1 UNI QE 好 那接着你再看 带有完整性约束条件的 UNI QE 我这个拼错了 UNI QE 成功 那接着你再查看 test test1字段就已经有了 默认的 也是添加到已有字段之后 vx100 不能为空 是唯一性约束 那接着我还可以干嘛呢 我还可以再来指定一下字段的位置 不想让它添加到最后了 我想把它添加到第一个位置上 alter table user 10 i的关键字 写上一个test2 vx20 not now 接着呢 把它添加到 我们表中的第一个位置上 那可以选用 first 来指定字段的位置 好 成功 再查看一下表结构 你会看到 test2 就到了我们这个表中的第一个位置上 这样的一个形式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把它添加到 某个字段之后 也可以 alter table user10 i的test3 vx 不一定是vx 我写成一个anti not now default 100 after 把它添加到哪呢 username之后 某个字段名称之后 也可以 那首先你看到 username之后 之前是password 那现在你把它添加过来之后呢 你再来看 查看一下表结构 现在test3 就加到了我们username字段之后了 按照你指定的形式来显示 那现在你发现 这都是一次添加一个字段 我感觉很麻烦 我现在可以一次添加多个字段 也可以 选中一次表 完成多个操作 同样的通过alter语句 table user10 完成什么操作呢 我们可以在下面来写 我要添加一次添加三个字段 li的关键字 test4 nt not now default 123 after一个 password 一个 完成了一项操作 接着再往下 还是要完成添加字段的操作 test5 写成一个float 6 动号2 写成一个first 添加到第一个位置上 接着再来 add 一次添加三个就可以了 test6 写成一个 集合 A B C 好 写完之后呢 你再来实验 选中一次表 完成了添加三个字段的操作 成功 成功之后 你再来查询一下表结构 三个字段就都有了 456 首先5 到第一个位置上 接着4 在password之后 6 默认的加到我们的字段的末尾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是来添加字段 一次添加一个 或者说选中一次表 一次完成多个操作都可以 那现在添加字段 用到的关键字是add 可以添加字段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来 删除指定的字段 那删除指定字段呢 同样的是 选中这个表 通过job关键字 加上你要删除的字段名称就可以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尝试一下 删除某些字段 删除 test6字段 选中这个表 alter table 表明 user10 通过job关键字 加上你要删除的字段名称 即可 刚才还看到有test6 当你把这个字段删掉之后 你再来看 show dse下 表明 test6 已经没了 那接着我再将test1也删掉 alter table 表明 user10 job关键字 test1 又成功了 又成功了 再查询 test1 也删掉了 那现在我发现一次删一个比较麻烦 我能不能选中这一次表将2345都删掉呢 可以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的形式 一次选中表删除多个字段 test2 test3 test4 test5 alter table 表明 user 10 完成什么操作呢 job test2 接着你不能在后面再写test3 而是要怎么写呢 完成第二个操作 job test3 job test4 这代表通过一次选中表完成了几个操作 test5 这样的形式 那接着你再来看 好成功 我们来查询一下表结构 dse一下user10 2345全部都被删掉了 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一次添加一个 再来删除一个 也可以 选中一次表完成两个操作 那我们添加一个test的字段 再删除一个addr字段 添加 test字段 删除addr字段 alter table 表明user10 第一个add一个test 写成一个anti 按send not not default 写成一个 10 after sex之后 接着我再来删除一个字段 job一个addr 现在你能完成这两个操作 你就可以一次添加多个 包括一次删除多个 包括结合起来使用 都可以 来实验一下 成功 那你再查询 dse一下user10 首先你看到 addr没有了 接着test 加到了我们的sex之后 也可以 好 那这节课呢 主要就是带着大家 学习了一下 跟我们表结构相关的添加字段 包括删除字段的一个操作 下来之后呢 大家通过创建一个表 通过添加字段来完成 我们最终形成的这样一个 优色表的一个结构 最开始呢 你只可以给一个表中来一个id 接着呢 你通过添加字段 一次添加多个字段 来将表中 将优色表中的所有字段 添加成功 那接着呢 你再来试验一下 删除某些字段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